世家里面最厉害的一定是他了 以写字的功力而言 就是领骨、领骨跟磨骨 尸骨、伐骨 这功夫没有人超过他 这个人他学习二王 据说是尿道癫好 他可以学到一模一样的 然后他最厉害是他最厉害可以磨骨化 我记得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我爸买了一本很奇怪的书给我看 我那时候以为你不是坏的 因为他那个故事就是说 领骨他的绘画功力非常的好 所以他常常把人家的古画借来之后 就画了一模一样的 没有办法区别 然后把他画了假的东西 画给人家把真的留下来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这个人是个不诚实的人 我们千万不要跟他一样 那时候就说不知道是领骨是谁 但他都坏了 不要跟他一样 好厉害喔 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告诉我们 他那种模骨化的功力是非常精确的 那故事后来是什么传播呢 他说后来有一次那些画 他要请别人去看一个专业 就是说 哎呀 牛的眼睛里面有木桶的影子 这幅画没有画出来 就是假画 他去找迪迪把真话给要回来 是一个非常可笑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我刚才也知道说 他的书画和绘画的那种 十股法国的功力都到了极致 让他自己消融成为他自己的东西了 就是他其实是有那种 那样深厚的功底当基础 那他在 他写的字被形容成为八面出风 然后那个眉笔带出来 那个 那个 他的力量的向度是非常饱满的 那这个是我们在武术里面 最渴望的境界就是这样 就是那力量 当你四面八方全部都是力量的时候 那个力量反而就被包住了 就不是那么纤细 那么棱角分离 其实这个字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种 强烈的力 那种速度感跟力量感 可是 没有地方是随便触碰的 所有力量都还是含在里头的 这是这个 这个笔幅的字 有这样的一种特色 所以我们看中国说法真的很有趣 好像他的那个 这个笔 我们讲 书法有两个力量 一个是 盾 一个是 提 我们如果干净讲起来 就是这两个力 盾的时候要盾到什么地步 才能提得住 提的时候提到哪里 所以 提中的盾 盾中的提就是我 刚刚很想要讲的因跟阳 所以书法本身 应该是人的 在纸张面前 在笔和墓面前的一种 自我面对的历程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安放的 每一个字 其实都是我自己 我后来试试的 用这个角度来看 那这个字能站得住 能够受得住 那就是我 此时此刻的我 能够撑得住自己 我之所以这样看 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很野无惩的 在《笑傲江湖》里面看到 那个 冰谷中不是被 带到屋山梅庄吗 他不是身受重伤 然后那个 魔教的《笑傲天》 带他去求医 就到了屋山的梅庄 遇到那个四大壮鼠 就在清洗俗画 那时候 兔米公司写字 单亲在这画画 结果他就看他那一股子 哇 见气综合 鄙视生然 漂亮的不得了 那个 最有趣的是 林伍聪哥普通书法 林伍聪书都读得很少 他是一个孤儿 被收养 没有好好得到 那个人文的教育 所以林伍聪哥普通 根本不知道书法好坏 结果他一看 所有的笔画 对他俩都是剑法 所以他说 图字如果是他写的话 那这个人用剑 一定是破绽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他管不住自己 那是我第一次很震撼的 第一次到 你看书法是一个 自我面对的历程 就是你管住自己 到什么程度的一种展示 所以他管不住他自己 所以后来 他就说 几乎是不用交战 他的剑只有 他破绽 他随便指一指 他就一路退 就要整个人飞出去 啪 就是他没有一笔 可以把它真正写出来的 所以他后来 被那个 令狐冲 憋了一肚子的气 之后 把那个气全部 喷在墙上 写成了 他历史逼生之中 最好的一幅书法 这是金庸的故事 听听就好 所以 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 习惯性的判断 我有一种书法 是这样子 我发现到说 其实 这些人 他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进度 就观看这些 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好啦 所以 李佛的字 这是他写得很好 再不用说了 好 那为了 终于展到帐篷 就以上 纯粹都是插锅 对不起 我一插锅插了 快一小时 你有没有 Drama 你 是 是 , 是 ay 大 iz 今回 香港